文强最开始误入武汉 然后身不由己 来到了医院的隔离区 估计最开始是天天数日子 什么时候疫情能过去 我能够离开这里 当真的给你打电话通知 现在疫情稳定了 你可以回家了 我相信那一刻 你的内心感受又会不一样 对吗 对 当时刚刚接到说 让我隔离的时候吧 我跟他们面对面的时候 我讲不出口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别 就是那种感情 真的没法张口 然后在我看来 一起上过战场 一起拼过命的那种战友情 就是这样的 到最后我也没先张口 然后是护士长看见我 我说大连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我说 我说护士长 我说我可能要先隔离了 我说隔离完之后 我可能就要回家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们都哭了 告别的时候吧 我就自己拿手机录了一段 就是说我要告别了 我要离开武汉第一医院了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就是挺复杂 当时在医院的想象就是 说赶紧走吧 赶紧让我有机会 离开这个医院 回到家乡吧 但真当我要走的时候 就是多了一份不舍 说不出来的感觉 还记得分别的那一天吗 真的分别的那天 真的哭得是稀里哗啦的那天 真的 我隔离的时候 就在医院的对面的 一个酒店里面 然后有一天 我看到了他们在楼下 也要走了 他们在楼下拍照 然后我在楼上就大声地喊 我说鼓楼医院 鼓楼医院 我就这么喊他们 他们也听见了 就是在楼下看见我 然后跟我招手 我们可能就是 真的就是 在说再见的时候到了 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就是特别难受 哭得稀里哗啦的那天 真的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不是走了 真的我特别佩服他们 他们不是要返回南京了 他们是从这个医院 转移到下一个医院 继续奋斗去了 继续拼命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